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,政客是無特權的,犯了法就要接受法律制裁》 時任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 和香港中小企食店聯盟召集人林瑞華等人 去年4月2日至3日出席旺角大南街Hans酒吧中一個超過10人群組聚會 被控違反限聚令 裁判官鄭念慈一簽裁定 陳淑莊和林瑞華違反限聚令罪名不成立 酒吧負責人陳偉才仍運收金群組聚集罪名不成立 但未有遵從食衛局局長指示傳票則罪成罰款5,000元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兼法學教授傅堅持 如何看法庭的判決? 亦都沒有全面接受控方證人的證供 控方的案情就是指控陳淑莊等人 在酒吧違反限聚令 是去喝酒的 他形容判決影響深遠 呼籲律政司盡快上訴 為什麼呢? 如果市民真是違反了限聚令 他就直辭就說 我們坐在這裏不是聚會 我們是解釋限聚令 變成是否可以去開脫 接受這個限聚令的規範?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建議律政司是積極考慮上訴 將見就是法治公義 也都是要維護公眾利益 和公共衛生和言罪